Hello大家好 GChannel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署最新報告 去年第四季香港失業率是3.5% 較第三季3.9%有改善 而去年第四季香港職業人士 每月收入中委數是19,000港元 按年升上5.6%或者1,000元 除外籍家庭用工後 香港打工仔上季收入中委數是2萬元 按年和按季都持平 至於第四季家庭住戶入息中委數 撇除外籍家庭用工後是2萬8,900元 比第三季增加400元 而男女之間的收入中委數差距再度擴大 由去年同期的3,000元提高至3,700元 期內男性收入中委數按年增加1,200元至2萬1,700元 女性收入中委數就提高500元至1萬8元 35至44歲這個組別 收入中委數最高25,000 15至24歲 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最少 只有14,600元 香港多個行業每月就業收入中委數都有所增加 其中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 行業每月就業收入中委數最高 撇除外籍融工後 收入中委數是24,000 交上季增加1,000元 此外金融、保險、地產、租業及商業服務行業 收入中委數是22,000 都是交上季增加1,000元 真是可喜可賀 大家有工做和收入增加 澳門方面是怎樣 由於不是每樣數據都一樣 所以有時有些對比 有時沒得對比 澳門本地居民收入率是4.3% 沒有香港那麼好 本地就業居民的月工作收入中委數是19,000 低於香港1,000元 賺得最多的是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 收入中委數是46,000 大家沒聽錯 金融業是22,000 文魚博彩及其他服務業是19,800 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是一筆東西 地產那些可能不算佣金吧 由於澳門的統計數字看不到這麼小的分類 所以沒得比較男女和男女的差距和港澳的分別 澳門每五年會做一次住戶收支調查 今年會在3月底就開始 對上一次的數據是1718年 當時每戶住戶的平均收入有55,497元 相當厲害 不過和香港人沒得比較 因為橙和蘋果 香港人是家庭住戶入息中委數 澳門的公務員 月收入中委數一定是高於香港 有4萬6元 香港只有2萬4元 沒看錯 不過香港的高級公務員一定是 人工是高於澳門很多 但澳門中基層公務員的人工 應該比香港是不錯的 所以不少澳門大學生一畢業 就立即去考公務員 每個人都考 博賭標就正了 所以澳門從某程度來說 真的是產業單日 每個人都想做公務員 總的而言 香港的有錢人超級富豪一定多過澳門很多 比例和數量都是 窮人的數量和比例都比澳門多很多 我想澳門的貧富差距沒有香港那麼大 即是中等收入 我們不要說中產 因為中產澳門肯定不夠香港多 律師、醫生、飛機師等 香港的中產比澳門多 但澳門的中等收入人士也相對多 而且生活成本比較低 交通成本低 住屋成本也相對香港低 不是澳門的樓不貴 比香港便宜一點 所以澳門人相對 香港人的生活壓力沒有那麼大 不是澳門不大 是沒有那麼大 好,這集就先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 你截圖以為猛 多謝大家支持